Welcome to IT Handicap Tutorial. My name is Kevin. 這是第二個 tutorial的第十一部分 我們要來討論的是 include table value function 首先滑鼠先往下拉 你可以看到在我們的 .tfile裡面 我們有一個變數叫做 include table value function 我們摳比一下 我們就回到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預設值 include table value function 它的預設值是false false的意思是說 它不會使用 table value function 就說我們的 poco genrator 不會製造 table value function 那什麼叫 table value function呢 首先呢 我們先來到這個 on again to 下面有這個programmability 接下來 function打開 table value function打開 我們有這幾個 table value function 那這幾個 table value function 到底是在幹嘛的呢 你可以看到 這個第四點 就在 這第t002下體線01 它的這個sql file 它其實就是在create這些東西 那這個fnselectgamer 它是一個table value function 它是return一個table 然後這個table呢 長的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這個selectgamer呢 它其實是return一個gamer 我只是這邊隨便打的 然後呢 那現在我們有四個table value function 那它目前一個都沒有 在我們的anity framework裡面一個都沒有 我們不信你可以搜尋一下 好 這裡面一個都沒有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把它改成 好 true 在改之前我先看一下 哦 這邊有說 就是如果 你今天要用 你今天要改成true的話 你必須要先去 install newgate package 這個東西 好 那我們就把這個東西 copy一下 我們就在right click這裡 然後 manage newgate package 然後在browse這個地方 我們search一下 這裡 然後install這個 叫做entity framework 好 點call first store functions 好 store function 這個東西 那這個 這個東西呢 其實它有github 你如果把這個東西 在我們的google裡面去搜尋的話 好 那你可以看到它其實是 有很多documentation是可以看的啦 你可以看到它有一個 它其實就是這個東西而已啦 那它裡面有一個github 然後它會教你說 你要怎麼去使用它這些 這些我會建議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啦 好 那 poco generator的作者已經看完了 所以它會自動幫你去生成這個 這個所謂的table value function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這邊搞定之後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做的是什麼 我們這邊搞定之後呢 好 那我們 我們剛才install這一個 這個 install剛才那個new get package 對不對 在這個地方 manage new get package 好 我們剛才install這個嘛 對不對 它這個已經 我還沒install OK 那我 它還沒有真的install 我剛才有按下install字 它還沒有真的install OK 那我現在install好了 那我現在install好之後呢 接下來我就再回到我這個tdfile 這個地方我把它改成true true 好 那我true完了之後呢 那接下來我就有table value function 那我們看一下講義 OK 這邊改成true 好 這邊改成true之後呢 這個東西呢 這個new get package 就會自動幫我生成table value function 那我就可以看到這些東西 好 那首先我們先來search一下 好 這個第一個 這個第一個 search這個名字 好 我們回到這一個onlinegan.cs的地方search 好 你看這個table value function就出現了 所以這邊有四個table value function 好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它其實在 這裡也有 這裡也有 好 那在這上面下面都有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其實在很多地方就會有 你看這些 這地方 這個on model creating呢 它就會去create 你的complex type table value function是一種complex type 它就會去include進來 在這個on model creating這裡 原本這邊是include所有的這個configuration file 可是呢 因為你是table value function 所以這邊要include進來 而且它是complex type 這樣子 好 所以呢 你在這個地方 你就確定你可以用到table value function了 那這邊就是table value function的產生的地方 像這個東西 來看一下 這個東西呢 它其實就是table value function的本體 它其實就是它的本體 然後它是return這些東西 那 你不需要去了解它 你只需要知道怎麼去使用它就好了 那使用它的部分 你可以去它的github裡面去研究它 這樣就行了 重點是它上面會產生 會產生 這兩個 會產生這兩個 那這個是避免不了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是用它的這個 我們是用它的class 那如果你 來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 它這邊就跟你說 你用了之後呢 接下來你有這個customer 然後你這一個有dbcontext 然後你這邊你要有 你要把它 bill進來 bill進來之後呢 接下來你就是要把這個attribute寫上來 那它這邊有db function 那你是不是這邊就有db function 只是這邊有 有多一個db function detail這樣子而已 然後就教你說你可以這樣用它 那這個pocalgenerator 就只是很單純的return它而已 好 那這些都不是重點 重點只是跟你說 它的用法這邊是一個sample 然後只是pocalgenerator的作者 它完全了解 所以它會自動把你生成 所以你不用去煩惱它 好 那我們這個unline game 這個table value function 都生成好之後呢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的這一個tutorial 我們在program.cs這裡 我們就要去測試它 我們測試它有6.1 6.2 6.3的部分 那我們先看6.1 好 那我來這邊 6.1的部分很簡單 就是我要先呼叫 這個function selectGamerSkill returnModel61 那我來看一下這個到底是幹嘛 它是呼叫 它是呼叫 function selectGamerSkill 那這個function selectGamerSkill 是在幹嘛呢 這個是 function selectGamerSkill 就是它會把GamerSkill GamerSkill和Skill 這三個table去做join 然後接下來列出這個Gamer 它所擁有的Skill 這樣子 那我們這邊得到了 得到了這些result之後呢 用Full Issue的方式 把它全部print出來 那我們來看6.1的部分 好 等它一下 所以在6.1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這幾個都是Gamer 就是GamerID跟Gamer的名字 然後接下來呢 後面這個 是SkillID跟Skill的名字 所以第一個Gamer呢 它有2跟3 這兩個Skill 第二個Gamer 你看 第二個Gamer它有124 124 124 這四個Skill 這三個Skill 所以我們這邊就可以看到 那這個就是 我們TableValue function成功的例子 那我們再看6.2的部分 6.2的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 6.2的部分 我去呼叫另外一個 這個TableValue function 是Skill Assigned to Gamer 就是 我們要找出 ID等於1的Gamer 它有哪一些Skill 我再說一次喔 ID等於1的Gamer 它有哪一些Skill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個Dabase裡面 這個 這個 Skill Assigned to Gamer 就是在這裡 我們這邊 這個 function呢 是展這個名字 然後你要給它一個ID GamerID 你得到這個GamerID之後呢 它會Return什麼 它會Return這個Gamer 它所擁有的Skill 那這邊就是 你這邊不懂 你要去看TC code的課程 那接下來呢 那也就是說 這邊會Return 所有GamerID等於1的Skill 那Return完之後呢 接下來用4H的方式 把它跑出來 那我這邊就可以得到 所有GamerID等於1的Skill 那我知道GamerID等於1 它有兩個Skill 你看GamerID等於1 它有兩個Skill 所以這邊只會Return兩個 好 那我們這邊都搞定之後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個 6.3的部分 6.3的部分是說 GamerID等於1 它所沒有的Skill 再說一次喔 這邊是GamerID等於1 它所有的Skill 這個GamerID等於1 它所沒有的Skill 那一樣 我們是用DbContext 去呼叫它 去呼叫這個TableValue function 呼叫完之後呢 它就會Return出 這一個Gamer 所沒有的Skill 你要注意喔 它的這個TableValue function 的Model是不一樣的 是新的Model 那我們接下來呢 這邊就會Return 所有Skill 是GamerID等於1 是沒有的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就這幾個Skill 都是GamerID等於1 沒有的 那我們這邊呢 就TableValue function 三個都是OK 沒問題 成功的 我們看一下 它就會 這個就是我們這個Tutorial 在講的 OK 那整個Tutorial 就到這邊 I hope you enjoy my Tutorial Have a good day